明明是DC最强站立超人的祖父 却眼睁睁看着父亲死在自己面前 就连母亲也为了保护他选择牺牲 短短一瞬间他就失去了唯一的父母 可更悲哀的是他却连报仇的能力都没有 伤心欲绝的赛格驾驶飞船来到爷爷的孤独城堡 不料给他太阳时的地球男竟出现在这 于是赛格二话不说一拳将他放倒 就是因为那该死的太阳时他的父母才会死去 但地球男却说你父母的牺牲是直短 紧接着拿出超人的斗篷 就像一个沙漏 等到斗篷完全消失时超人便会死去 可刚失去父母的赛格还管他什么孙不孙子 不料地球男却说不仅仅是超人 如果不阻止他那么整个克星都要灭亡 他不断吞噬星球征服文明 无数生命被他毁灭 一个个城市都变成了收藏品 而他就是世界收藏家布莱尼亚克 一旦他降临克星 那么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但现在只有你能阻止他 说完地球男将斗篷递给赛格 看着象征家族荣誉的斗篷 赛格陷入了沉姿